民众募集到有机车误闯高雄轻轨轨道 不过离奇的是这误闯的地点是真爱码头站附近 这个地方根本是个高架站 竟然机车还能乱入 画面被po上网就掀起了热议 问说骑士到底是怎么骑上去的 对此高杰言判说 应该是从前一站的平面轨道闯入 并且表示骑士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大众捷运法 最高可处7500元以下的罚款 高雄轻轨串联知名景点 大港桥博二级光荣码头 常有民众搭乘却被目击着危险一幕 有民众拍下居然有骑士 直接把车骑上轻轨轨道 还依次没戴安全帽 而地点就在真爱码头 由于这一站是高架站 就有民众好奇他到底是怎么骑上去的 因为发生事故的话影响蛮多人的 对所以我觉得是不行的 当然危险啊任何人想都知道 有人怀疑是不是从旁边的脚踏车道误闯 对此高杰则推断 这名男子应该是从博二大驿站的平面轨道骑上去 经过真爱码头 最后在光荣码头下站 而这三站的距离全长大约两公里 沿着那个斜坡一路骑到我们的C11车站 那针对该民众这个行为呢 事实上他已经违反了大众捷运法 非大众运输车辆跟人员 来违规进入到我们轨道区的部分 那这可以处以新台币1500元以上 7500元以下的罚还 过去轻轨就常发生汽车误闯轨道的情况 一度影响到行车时间 这回机车也闯进轨道 好在当下没有列车进站 否则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记者学中起源高雄产报导